怎麼看說這個林佳龍好像拋出議題說 這個侯友宜是不是坐滿四年還要跟市民來承諾 怎麼看他這樣說 我昨天看到這個新聞我笑到噗痴一聲 因為正常來講的話 林佳龍他應該很有自信的說 侯友宜不會有連任的問題嘛 因為我會選上嘛 怎麼會你自己宣布參選 然後跟對手講說 你連任之後你要坐好坐滿嗎 那這不是代表自己會選不上嗎 那你現在在幹嘛你在演戲喔 你是選過水的喔 你是來這邊四個月之後 然後就要敗選者聯盟入閣 就算心裡這樣想也不要表達這麼明白嘛 所以我真的真心勸林佳龍 可不可以好好認真一點選舉啊 就是說都讓人家選假的 然後還已經祝福對方連任了 那如果林佳龍要這麼選假的 我也希望他為了要承諾他是選真的 他可不可以比照之前的姚文治的決心 說如果他選輸之後呢 他不會入閣 他會退出政壇 好不好這樣子 我覺得他講的話 人家才想要去回應啊 否則真的感覺很 就都是在那邊玩啊 選過水 然後像他今天來新北市議會 其實我想到他上一次來新北市議會 那個時候記者問他要不要選新北市長 他說絕對不會 我們要讓給年輕人 蘇巧會不錯 結果今天來 喔又拜會議會黨團 然後又要選新北市長 那你是騙來騙去是怎樣 你蘇貞昌2.0喔 所以我真的覺得奉勸他 是不是認真一點 你看我們新北感覺都沒有人在討論 就是因為林佳龍都不認真選了 市長林將在昨天的專訪他提到說 侯市長既然要競選 連任應該要像他一樣承諾做好做滿四年 不要老是動作補選 還說這就是韓國瑜的問題 請問市長怎麼看呢 我會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努力的衝刺把市政工作做好 尤其在最後這一年裡面還有很多事極需要雖然政見達成了像今天的六十間日間照顧中心 當然是好還是要更好 我希望到六十四也希望未來在年底有機會拼到七十 這就是我的全力衝刺市政的態度 未來四年會持續把市政延續嗎 現在我會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全力衝刺 我們已經達標了六十間的日間照顧中心達到六十四 那年底呢 我們拼拼看有沒有機會達到七十間 我覺得人民最期待的是 他如何在新北市能夠變成一個安居樂業好生活的地方 所以各項的市政建設永不停歇 我昨天專訪有向林下暫停 主要進行辯論 那還說如果你拒絕會讓人民怎麼那麼驕傲 那市長會答應嗎 我現在我會全力以赴在市長角色好好做 至於該做的事時機到了就會做 這不停歸等了 我們在山上不停歸等了 我心不是的 我心理會 是在山上不停歸等了 邋轉詞